各有两位来自海军和四川 还有三位选手来自北京 以及来自上海的一位队员 现在比赛开始 北京选手王安琪 在半决赛当中排在第12位 他的第一跳向内翻腾三周半报夕 进入到今天南台决赛的各位选手 都是在先前的预赛和半决赛当中 表现最为出色的 尤其在南台这个项目上 高水平的队员非常多 不仅是在国内 包括在国际赛场 这个项目都是竞争最为激烈的项目之一 由于在禁忍于大难度的动作 这是王安琪的第一跳得分 王建凯 海军选手 向前翻腾三周半 在等裁判的哨声 不错 对于男子选手来说 这样的三周半的动作 不会有任何完成上的困难 在2009年1月份的时候 国际连调整了动作的难度价值 像5255B这个动作 原先的难度价值是3.8 现在改成了3.6 这样做的一个最主要的目的是 为了鼓励运动员做多周的转体动作 多周的翻腾动作 像这样的翻腾两周半 转体两周半的动作呢 运动员做起来说相对比较划算 难度并不是 做起来难度并不是太大 但是动作的难度价值很大 这样呢就可以取得一个 比较好的时得分 这是来自广东的选手郑直群 动作完成的也是有一定的质量 郑直群呢是一个相对年轻的选手 在去年的全国跳水冠军赛上 参加了个人全能的比赛 最终位列第八名 水花非常的干净 86点40分 谢思义同样来自广东 第一跳也是407C 好的 动作完成的高度非常高 我们可以借助慢镜头来仔细地观察一下 一周 两周 前面的两周全部都是在十语台之上完成 整个动作大概在五米以上 七米以下 就已经完成了翻腾 所以后面的打开入水动作 非常的充分 所有的有效分都是九分 我们中间三个有效分之合乘以难度系数 就是十得分 陈爱森也是来自广东的选手 先前在国家队受训 以吴国村总教练 86点40分 连续四位来自广东的选手 张彦泉在这四人当中 个人的水平最高 在去年的世界杯赛上 他是获得了两枚金牌 分别在十米跳台单人 以及双人两项 也不错 张彦泉这名队员呢 他的动作态呢 也比较瘦小 所以动作看起来非常的轻巧 入水效果呢 也十分干净漂亮 在今年早些时候 四月份左右 张彦泉呢 和自己的双人搭档曹元 是相继手部受伤 所以是遗憾 四川选手杨健 今天有两位四川选手 分别是杨健 和世锦赛冠军秋波 他们两个分别在半决赛当中 排在第六和第四 在今天这场南台的比赛当中 毫无疑问会是一场恶战 在历届的 不管是全国比赛 来最后一项来进行 所以对于所有的比赛队员来说 从比赛开始 一直到这一天的这个决赛开始 这一段时间 会是非常煎熬的一个阶段 看着自己的队友纷纷走上场 获得荣誉 或者是 发挥自己的水平 但是这些南台的队员 必须要按耐自己 平复自己的心情 还要正常训练 这位是周旅欣 来自海军的选手 周旅欣 男子是米跳台的冠军 当时呢 也可以算得上是 一鸣惊人啊 但遗憾的是 一直到目前为止 周旅欣也是参加了很多 世界级的比赛 06年的那个世界杯赛冠军 仍然是他的唯一 不管是周旅欣自己 还是喜爱跳水的观众 包括报道这个项目的媒体 都是对周旅欣 在这几年的比赛呢 是有一个自己的评价 尤其对于队员来说 压力还是很大 这位是四川熊国队 在07年实景赛开始 一直到1911年市井赛 这一个漫长的时间里面 男子是米跳台 金牌缺失的这样的一个现象 84点 北京选手曹元 这一跳 407C 向内翻腾三周半报夕 好的 属第三出场 我们说过男子是米跳台 一定会是一场恶战 在这12名队员当中 有两位是奥运冠军 有四位是世界冠军 曹元是世界杯冠军 也是四位世界冠军 其中的一位 火量来自上海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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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也可以了解一下各位运动员一整套动作的这样的一个排序的情况 先前的一个正常比较常见的排序是第一跳选择一组的向前动作 第二跳选择四组的向内动作 三四五这三轮动作呢一般会按照个人的习惯排出二组三组和六组 而在最后的封底就是结尾这一轮上呢选用五组 这是一个比较常见的一个组合 但是现在呢各位运动员为了加大难度就把一组的三周半提成了报夕的四周半 所以呢相对来说向内翻腾三周半报夕这个动作就成了最稳定的 林月 林月在今年一些最重要的国际级的比赛上像世锦赛 并没有机会代表中国队参赛 但是呢他也是参加了深圳的大学生运动会 在双人项目上与火亮获得金牌 这是在第一轮结束之后各位选手的排名情况 曹元排在第一张燕泉第二 谢思逸排在第三 与他并列的还有四位选手 邱波暂时排在第八位 王安琪也是来自北京的选手 并列第八 两位选手排在第十 在第一轮当中 所有的队员除了王健凯之外 都是用了四组的向内翻腾三周半这个动作 所以大家有同分的情况也是非常可以理解的 打开的点稍稍有了一点高 打开之后呢张燕泉明显的控制了一下 其实这个呢就是运动员的比赛能力 在这次的全国跳水锦标赛上 除了各位运动员要参加常规的赛事之外呢 一些希望能够参加明年伦敦奥运会的选手 还是要争取更好的成绩 这样呢才能够拿到更多的奥运选拔积分 所谓的奥运选拔积分就是在伦敦奥运会之前 有五战比赛 各位运动员按照自己的成绩情况 获得不同的分数 这五战比赛呢分别是2011年的上海世界游泳锦标赛 现在我们看到的全国跳水锦标赛 10月份有两战中国跳水明星系列赛 只不过是单人项目和双人项目分开来比 我们可以合看作是一战 军阶杯赛和明年上半年的全国跳水冠军赛 在这五战比赛结束之后 各位运动员的排名情况除来 由教练员专家组 根据运动员的比赛能力 大赛经验 近期的状态 周吕欣 他的第三跳是626B 向后翻腾三周躯体 周吕欣的六个动作当中 相对来说 626B是比较成熟的 从06年就开始在国际比赛上用了 他的109C和5255B都是在08年奥运会之后才开始发展的 尤其是109C 还是不错的 虽然在打开的时候呢 稍微有那么一点点位置不够准确 有一个放腰的动作 水花还是压住了 98分 98分 来看曹元 曹元在前面两轮之后都排在第一位 尤其是第二跳 是拿到了超过100分 还是非常不错的这个动作 尤其是起跳部分 起跳的高度非常高 我们看一下 入水的时候稍微不够一些 不但影响了线条 还影响了水花效果 82.50 目前排在第三位 来看林月 上一跳结束之后排在第六 向后翻腾三周半躯体 这个动作是目前为止 二组上 也就是向后这个组别上 最大的难度动作 非常干脆 林月到了长熟之后 有几天还是生病了 其实在比赛之前呢 还是有人担心 他的这个身体状态 会不会影响在比赛当中的发挥 今天来看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张彦权排在第一位 杨健第二 曹元暂时排在第三 陈爱森第四 周旅新排在第五 林月暂时排在第六 火亮排在第七位 谢思义第八 秋波排在第九 王健凯排在第十 王安琪第十一 郑直军是第十二位 第十二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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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选手王安琪的第十四条 是六组的臂力动作 这个组别是跳水的所有动作组别当中 唯一一个倒立起跳的 就要求运动员有比较强的上肢力量 以及全身的协调能力 这样呢 才能够取得理想的推胎高度来做动作 哦 推胎高度还是略低了一些 没有太介绍力 这个动作只拿到五十六分 这是一个比较明显的失误 可惜一些 王健凯来自海军的选手 上一跳为此又上升一位来到第十 好的 入水干脆漂亮 看在打开的这个环节 打开非常的干脆 十分有力 94.05分 正值群广东选手 这一跳向后翻腾三周半报夕 空间 等整个技术水平更成熟一些的时候 想必还是要冲击一些难度大一点的动作 比如说像现在我们看到了这个向后两周半 三周半的动作 由暴溪变成为躯体 82.50 另外一名广东选手谢思义 单人项目还是单人项目 排名前12位的选手都可以获得积分 排在第一位的队员 也就是金牌选手呢 是拿到18分 第二名的队员拿16分 依次向下 一直到第七名 每下降一名 递减两分 而第八名到第十二名 分别是一分递减 也就是获得五分 四分 三分 两分 和一分 在五战比赛结束之后 会把各位选手的这样的一个得分情况 做一个统计 在五战当中 表现优异的选手 就更有机会去参加伦敦奥运会 漂亮 陈爱森的反身弯腾 三周半爆息 陈爱森在最近两年个头长高了不少 但是基本上没有看到 他在完成动作的时候 非常的吃力 仍然还是有很强的能力 身体必须要经过发育期 这样的问题呢 不仅是女队员有 男队员也同样会遇到 比如说08年奥运会之前 林月就度过了这样的一个难关 而在最近两年 除了陈爱森之外 像曹元张彦泉这些 非常年轻的选手 也是进入到了 这个个子疯涨的一个阶段 比如说曹元 现在身高已经接近一米六了 哦 张彦泉的息了 我们看有没有侧面的镜头 打开的时候 脚尖的定位略微差了一些 被身体带过了 79.20 杨健 杨健 杨健在上一跳结束之后 为此窜伤到第二位 一跳的时候明显看得出来 人有一点靠出去了 幸好是把水花压住了 虽然对于裁本员来说 要求他们要对运动员的一整个动作 进行平均的这样的一个评判 但是呢 毕竟水花是最后留在人们脑海当中的印象 同时呢 也是最深刻的一个印象 所以水花是不是很小很干净 对于是不是能够得高分 还是非常重要的 来看一下周旅新 漂亮 也非常棒 周旅新啊 他是一个腰背肌力量非常强的这样的一个运动员 中段力量足了之后 我们看他在起跳之后 收腿的这个动作速度就很快 所以他在空中的这个转速呢也很快 在入水的时候 由于身体加了很紧 水花效果也很漂亮 102.60 四川选手邱波 2011年市井赛这个项目的冠军得主 从目前的排名来看 邱波在今天的表现呢 是略微出现了一些起伏 好的 9.5 9.5 1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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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0 第104.40 有效分一个10分 两个9.5 下面轮到曹元 曹元在前面两轮排在第一位 第三轮的时候下降两位 到了第三 曹元也是在今年春天的时候 手受了伤 错过了市井赛 线条上稍微不够一些 97.20 排在第三位 上海选手火亮 在上一跳之后排在第七 硬住的话 整个人的抛物线的角度 就会发生变化 95.40 最后是北京选手林月 这一跳109C 向前翻腾四周半爆息 这个动作的难度系数是3.7 好的 非常棒这一跳 四周半的动作 完全没有吃力的表现 在最近这一个赛季当中 中国跳水队的应该说是大部分队员 都是发展了这个难度 虽然先后有所不同 但也已经基本上都上这个动作了 除了跳台之外 还有跳板的各位选手 来看一下 杨健在这一跳结束之后 篡升到了第一位 周吕欣第二 曹元第三 林月从第六上升到了第四 火亮第五 我陈爱森第六 张彦权排在第七位 秋波第八 谢思义排在第九位 王建凯第十 这是在207区体 也就是向后翻成三周半 这个动作上 各位选手的一个得分情况 秋波排在第一位 104.40分 我们刚刚向大家介绍了 大部分的选手呢 都会在第三 第四轮当中 来完成这个动作 来看一下第五轮 北京选手王安琪 王安琪在今年春天 也就是全国冠军赛上 参加了全能项目的比赛 最终名列第七 哇 这个失误比较大 向后翻成三周半躯体 刚刚呢 我们也是就这个动作 已经完成了 各位运动员的得分情况 做了一个对比 也可以看得出来 单把这个动作拎出来 就是因为 这个动作呢 是相对比较容易出现失误的 59.40分 而在这一轮当中 海军选手王健凯 也是同样选择了这一跳 3.6的难度 满分是108分 打开的稍微早了一点点 82.80分 82.80分 自己也在笔画 入水的时候 躺下了 躺在水里了 郑之群 在上一跳结束之后 排在第11位 向后翻腾两周半 转体两周半 这是我们今天在赛场上看到的第一个这个动作 目前的难度是3.6 从2009年的 1月份开始 这个动作由3.8 降低了难度到了现在的3.6 其目的主要在于 鼓励运动员做多周的转体 或者是多周的翻腾动作 像这样的两周半两周半的动作呢 就相对来说 要抑制一些 切思义广东选手 很漂亮 动作完成的非常轻巧 在最近两年的全球比赛当中 我们多次看到决赛里面有切思义的身影 也说明这位选手呢 在这一两年进步还是非常明显的 毕竟在南台这个项目上竞争非常的激烈 有奥运冠军 世锦赛冠军 世界杯冠军 以及各种州级比赛和国际的系列赛 都是多次拿到冠军的选手 陈艾森 也是5255B 9255B 20112 20113 201441 搭裂军 154 8164 222 224 174 239 211 218 218 看起来有一点伞 有一点垮 有的时候运动员 尤其是在入水这个环节 身体要像一根棍一样 非常紧张 非常崩直的入水 只有这样呢 它能有比较漂亮的水花效果 张燕泉 漂亮 非常棒 水花完全压平了 向后翻腾两周 转体两周半 在六组这个组别上 有两个现在比较常用的高担动作 一个是626 向后翻腾三周 曲体 另外一个就是刚刚我们看到张燕泉的 这个向后翻腾两周 转体两周半 两个动作的难度没有什么差别 只不过就是运动员会根据自己的特长 来选择 一个是纯翻腾 另外一个是翻腾加转体 看一下杨健的这一条 杨健在今天表现得非常抢眼 在上一轮之后 力压很多高水平的选手排在第一 109C 好 中翻腾的速度非常快 整个人就像一个开足马力的车轮一样 有效分都是9分 两个8.5被去掉了 9.5也被去掉 周理新在上一跳结束之后 102.60分排在第二 同样也是109C 两位周理新的教练 也是互相祝贺一下 确实是周理新这个动作完成的毫无瑕疵 水花也同样压平了 这样周理新应该会拿到又一个超百分动作 看到同样是海军队的王健凯 对周理新祝贺了一下 105.45 下面是秋波 上一跳结束之后 虽然也是得到了一个很高的分数 但是由于先前的动作呢 是出现了一些起伏 还是排名比较低 也不错 目前在国际比赛当中 应该说国外队员对于这个动作的掌握 也是非常熟练的 特别是在双人项目上 不管是三米板还是十米跳台 都有双人配队来做 在这个方面呢 中国队应该说是比外国队员要略微慢了一点 在今年的上海游泳试锦赛上 在十米跳台上出现了4.1难度的动作 而在三米跳板上 这个动作也是向前翻成四周万报夕 也是用在了双人的配合当中 由此可见 现在外国队员对于难度的这个追求啊 还是脚步非常快的 曹元 练催促或者是提醒他 对于这种年轻队员来说 还是非常少见的 一百零零五点四五 还在第三位 火量 好 打开之后 没有完全控制住 其实火量本身个人的能力 来完成这个动作还是比较轻松的 我们看他还是用了两次打开 上一跳之后排在第四位 这是林月 向后翻腾两周 转体两周半 来到长熟之后 林月虽然一度身体不舒服 生病了 但是现在来看已经痊愈 没有影响比赛的状态 99分471.75排在第四 在第五轮结束之后 各位选手的排名又出现了变化 周吕欣排在第一 杨健排在第二 差了0.65分 非常微弱的这样的一个分差 曹元排在第三位 林月第四 张燕全排在第五 这是第九到第十二位的各位选手 我们也做了一个对比 在109C向前翻腾四周半这个动作上 杨健和周吕欣的一个对比 这是排名第一和第二位的两位选手 应该说在今天的这场比赛里面 许多明星队员受到了其他年轻选手的这样的一个强有力的冲击 这就说明在这个项目上 我们国家有很多优秀的选手 这样在一些重大比赛上 不仅选择性增强了 同时运动员之间形成了良性的竞争 81.60 总分433.15 这是王安琪的最终成绩 王健凯的最后一跳 王健凯和周吕欣呢 曾经配过双人 并且取得过非常好的名字 因此可以看得出来 王健凯本身他的水平还是比较有保证的 因为选手从身体条件来看 身体素质和能力都很强 所以整个动作看起来紧凑而且干脆 514.35 正直群 把109C向前翻成四周半报夕放在了最后 已经完成的非常好了 入水的时候稍微不够一点点 并不是说能力不足 没有完成过来 能够明显的看得出来 到最后的时候稍微收了一点 466.30 466.30 谢思义 不仅在十米跳台上 现在三米跳板上 也是有大多数的运动员 都尤其是能够进入决赛的这些运动员呢 都是学习了这个难度 像在双人项目上 我们国家的罗玉通跟秦凯 两个人也是在最近一直在配 包括这次的全国比赛 其实是在上海市赢赛之后呢 是这次比赛之前 两个人才练了不长的一段时间 大概三个星期 总分535.9% 9.5 下面看张彦泉 上一跳之后排在第五位 没有问题 非常的轻松 张彦泉今天几个动作 水花效果都很漂亮 9.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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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分 4分126分 下面来看杨健 杨健在上一跳之后 0.65的分差 排在第二位 还是非常有机会 去争一争金牌 杨健在今天啊 确实表现的 非常的抢眼 曾经在全国比赛上 是与球波搭档 参加过双人的比赛 这也是杨健第一次 在单人比赛当中 能够表现的这么出色 好的 是不是能够摸到金牌 还是要看后面的选手 尤其是要看周吕欣和曹元 也就是刚才排在第一和第三的选手 就目前杨健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578.25分 分数不错 但是还不够保险 来看一下周吕欣 周吕欣还是有一定的压力 他必须要跳96.55以上的分数 才能够超过杨健 对于这个3.6难度的动作来说 要跳9分以上 我们已经听到了 现场的8分元 有效分爆出来的全部都是9分 赢得很悬啊 97.20 赢得很悬啊 8.5是当作最低分去掉了 杨健目前排在第二 赢得很悬费 赢得很悬费 如果有一点不够精确 那么就会失了先机 这个动作就属于不够精确的 这样的一个范畴 97.20 下面是曹元 曹元在这一套 99.95 有希望超过先前的选手 对于曹元 对于曹元来说 压力更大了 也就是说 他的有效分 要在9点 起码要有1个9.5 死 6个9.5 一个10分 102.60 581.55 曹元在最后时刻 反超周旅新和杨健 现在是排到了第一位 后面的火亮和林月 两位选手 由于先前的排名相对较低 已经很难进入到前三名了 在这次的全国锦标赛当中 一共进行了15项决赛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最后一项 在所有的比赛里面 给人印象最为深刻的 来自于女子神秘跳台 那个项目 当时呢 是名不见经传的 陕西选手斯亚杰 丽娅 陈若霖和朱家明 这两位奥运冠军 和全国冠军 收获了那枚金牌 这也是在这一次的 全国锦标赛上 应该说是最大的一个惊喜 下面来看林月 最后一跳 好的 在08年奥运会之前 林月经历了一段非常困难的 这样的一段时光 还好他是咬牙顶了过来 并且在双日项目上 与火量搭档收获了金牌 在最近两年由于后面的小运动员上得非常快 所以包括林月啊火量 他们的这个国际大赛的参赛机会并不像以前那么的多 但是可以看得出来他们并没有放松 仍然是在尽自己的最大努力 向前冲 曹元在南台项目上获得了冠军周旅新收获了一枚银牌 四川选手杨健收获了一枚铜牌 可以看得出来在今天 各位参赛选手的水平都是相当的高 前六位选手都是拿到了五百五以上的分数 由此可见 在男子神秘跳台这个项目上 今天各位选手的水平都还是在一个非常高的层次上 好各位观众 刚刚我们共同欣赏的是 2011年全国锦标赛男子神秘跳台的决赛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再见 感谢您的观众